我是John Sola,同哈尼尔结婚,他是你们的仆人,来自CCF迪拜 我在一个充满爱的基督徒家庭长大 尽管福音在我年幼的时候就被详细的解释给我听 但这纯粹是头脑的知识,我跟耶稣没有个人关系 我很骄傲,对我而言,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和共同关系 这也成了我生命中的偶像 我开始犯牵引,在工作中走捷径 操纵人和撒谎 为了弥补我的罪过,我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 在音乐事工中服饰并参加查经会 我尽我所能表面上看起来很好 但在内心深处,我是败坏的 我感到罪咎和无助 我在2008年来到迪拜 尽管我不喜欢他们的工作文化 我仍然咬牙坚持 因为我想向周围的人证明自己 然而尽管我做出了所有的努力 净双总是跟我无关 我的表现得不到老板的赏识 这让我质疑上帝 为什么即使我在教会服侍他 并向他祷告 他却没有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 赢得海鸟的鼓励 我偶然看到CCF网站上的一篇讲道 我深受感动因为我一生的努力去赢得每个人的认可 而在耶稣这里 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 耶稣一直在寻找我 在耶稣里我找到了我生命的意义 我完全把我的生命交给了他 我向他交出了我的偶像 我的事业 我的计划 以及他人对我的看法 我让他成为了我的主和救主 并祈求饶恕 在我做着祷告时 我流着泪 知道在他里面 我很平安 就是在那时候 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有了热情去分享耶稣 给我的朋友和同事们 Heniel和我结婚了 在2012年 他跟我来到了迪拜 随着我心中愿望的增长 我加入Skype Ship 那是CF的在线门讯小组 并与Joy各种 任何牧师间的联系 我每周参加于Skype Ship会议 那时我不会定期的准时的参加 但我最终开始重视 我们每周的网上聚会 所以我与主的关系的增进 开始有负担帮助 启动CCF的迪拜分会 有一次当我问Joy牧师这件事 他告诉我 一旦我们有了合适的领导人 就会在迪拜设立一个CCF分会 他要愿意启动一个门徒小组 并对CCF的一位牧师负责 通常请看CCF的策略 是从该区域兴起领袖来 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出人意料地回应说 Joy牧师 我是不是已经成了这样一位领袖 他只是平静地说 我们会考虑的 如果你愿意让我来辅导你的话 因着主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信赖上帝 我咬紧牙关 凭着信心说 好的 牧师 我们为此祈祷了好几个星期 因为教育牧师必须向CCF领袖们 成名我们的计划 最终上帝祝福了我们的计划 我们定期召客的Scapership会议成为了辅导会 在此之后不久 我们与其他信徒建立了联系 他们也有类似的愿望 要在迪拜开CCF的分会 我们祈祷并进行了一个周末 并在2013年6月凭着信心 举行了我们的第一次小组聚会 有12个人来了 我们作为一个小组 坚持邀请人分享福音 并学习上帝的话语 在一年之内 主倍增了这个小组 我们在2013年12月开始了 我们的第一次礼拜 赞美上帝 那是在六年之前 靠着上帝的恩典 并且因着主所兴起的许多其他的仆人 现在有超过250个小组 有10个CCF分会 分别位于迪拜 沙加 阿志曼和阿兰 赞美上帝 今年年初我赶到主引领我 从我干了10年的公司辞职 当我们正在计划 准备重返菲律宾的时候 嘉宇牧师和吉姆牧师联系了我们 他们问我们是否愿意回到迪拜 并被开发成为CSF Beyond 在海湾地区的区域协调员 在约翰21章中 上帝对我说话 就像耶稣直接在问我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牧养我的养 这种感受是如此的直接 以至于我在心里向主说是的主 于是经过很多的祷告和协商之后 我们决定向主说好的 并且全职加入CSF Beyond的施工 通过这次经历 我们学习到上帝使用 像我们这样平凡而破碎的人 去侍奉一位非凡的神 这一切都是上帝做的 他从一开始就精心策略了一切 回头看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手 在我们的每一步行动 每一个决定中引领我们 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上帝 我们今天的讲道主题 我们一起来读 靠着上帝的大脑 追求上帝的使命 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 你们知道上帝的使命吗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能否低声告诉你旁边的人 上帝对于CCF和对于你的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请告诉他们 上帝的使命是什么 上帝的使命是这样的 快速提醒下 大家一起读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 一起读 预备 起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记住 我必常与你们同在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们看本周 下周是宣教月 我们想要提醒每个人 上帝的使命 根据这些经文 上帝对我们CCF的使命是什么呢 你们要举手一操 我要向你们显示不同的动词 你告诉我这是否是第十九和第二十节的主要的动词 你们了解主要动词吗 在一个句的结构中 会有一个主要的动词 还有从属的动词 但我想测试你们 测试你们对希腊语圣经的了解 在英语版中你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但可以拆一下 你们有多少人说主要的动词是去 请举手 去 好 你们有多少人会说是施洗 你们中有多少人会说是教导 是教导 好 这主要的动词从现在起 无论我走到哪里 人们都会犯错 就在本周我的秀物 你们有领导也犯了错 他们忘记了主要的动词 各位 主要动词是使万民做门徒 再来一次 做门徒 你怎样培养门徒呢 当你去的时候 你怎样培养门徒呢 你给他们施洗 你怎样培养门徒呢 你要教导他们 但主要的动词是培养门徒 培养门徒是什么意思呢 帮助他们变得像基督 门徒训练全部目的不仅仅是帮助人们相信耶稣 而是要让他们像耶稣 那就是门徒训练 我们很多人都信了耶稣 但你并没有变得像基督 你缺乏的是门徒训练 那么什么是门徒训练 帮助人们变得越来越像基督 这个礼拜堂里有不同种类的门徒 我想澄清我今天早上所说的话 一 你们是一个成长中的门徒 你们正在成长 另外 你们是成熟的门徒 我是什么意思呢 成长中的门徒 你们已经开始跟随耶稣 你们想要跟随他 没有什么能阻止你 你正在成长 但是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 最终你迟早会培养门徒 因为命令是要培养门徒 命令是要教导他们遵守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所以培养门徒不是一条建议 培养门徒不是一个选项 这是一条命令 我要说的是这个 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 你迟早会门训别人 直到在你门训别人之前 现在听我说 直到你在门训别人 你就还不是成熟的门徒 我们清楚了吗 你们今天有多少人在培养人做门徒 可以是你的家人 你手下的人 你正在门训一群男人或者女人的 请举手 举高点 举高点 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呢 培养门徒 再来一次 培养门徒 所以你我没有借口 你们知道没有借口 因为他不仅告诉你要做什么 他也赐给你能力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什么是能力 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 在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家 在你周围的人 犹太全地 就是你的邻舍 你的公司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CCF 因着顺服上帝 已经扩展到了全世界 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们基本上 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在培养门徒 我甚至数不清我们今天有多少门徒 即使在菲律宾我都数不过来 因为我一直在不断地增长 增长 遍布全世界 因为上帝命令我们每个人都要培养门徒 所以你要怎样培养门徒呢 我想跟你们分享 你要怎样培养门徒 上帘充满的人的标志 你怎样在圣灵大能中培养门徒呢 你要怎么做呢 有三个重要的词 第一个词是优先顺序 请跟我说优先顺序 你必须优先考虑上帝对你生命的旨意 你必须优先考虑上帝的旨意 第二个重要的词 问题 当你开始与耶稣同行 当你开始跟随耶稣 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当你有问题时 你不要感到吃惊 第三个词 坚持不懈 因为会有灰心 但你必须坚持不懈 你就应该像这样 在圣灵大能中培养门徒 你怎么知道有人行在圣灵里面 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我只讲了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一部分 因为上个主日 我们讲到经历上帝的大能 要明白他的话 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但今天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中 三个重要词会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跳出来 从第十二十一节到最后 这三个重要词是什么 第一优先顺序 你必须知道你的优先顺序 优先考虑上帝的旨意 第二 问题 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不要感到吃惊 第三 坚持不懈 我们开始吧 《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一节 大家读 这些事结束以后 保罗决定经过马其顿和亚干亚 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 他说 到了那里之后 我必须去罗马看一看 我在向你们解释这些经文之前 我想让你们注意某些东西 这些事以后 这些事是什么 你怎样知道这些事呢 二十一节之前的经文是什么 二十一节之前的经文是什么 真聪明 二十节 三 二十一之前 是十九 对吧 我们来看那些经文 第十八节 比方说发生了什么事 许多已经信耶稣的人都前来认罪 公开承认 他们自己的恶行 换句话说 上帝使用使徒保罗带来悔改 许多人归向基督 他们就像你们许多人一样 悔改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上个主日 你们真的有几千人来 有几千人请求祷告释放 上个主日我们一直祷告到晚上 九点半 因为上帝在做工 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 曾经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又有许多行邪术的人把他们的书堆在一起 当众焚烧 愿意放弃你的过去 根据当时的估价 这些书约值五万 英币 这是我曾说过的 这是一大笔钱 如果将这些钱转换为笔锁 假如换算成等价的笔锁价值三千多万 如果将这些银价转换成笔锁 那就是三亿多笔锁 换句话说 这是一大笔钱 人们愿意放弃 为什么 大家读 大声点 主的道就这样传开了 大大的兴旺起来 你会做到某些东西 凡传讲上帝坏的地方 如果人们把神的话放在优先位置 加上神的灵 结果就是生命的转变 事情就这样发生的 现在你会认为使徒保罗会去度假 他可不想度假 因为第一 他优先考虑上帝使命上帝的旨意 这些事以后 保罗决定经过马其顿和亚盖亚 回到耶路撒冷 他说到了那里之后 我必须去罗马看看 先想一想 为什么保罗会去这些地方 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朋友们 今天在这礼拜堂里有两种人 请听好了 第一 那些关心上帝旨意 上帝使命的人 那是你的优先事项 还有另一群人 你不在乎上帝的旨意 你在乎的是你的意愿 有两种生命 在这礼拜堂里有两种人 第一 你优先考虑上帝的旨意 还是你的意愿 还是你的意愿 你不在乎上帝的旨意 两种生命 两种结局 上帝的旨意 还是你的意愿呢 如果你按照你的意思去行 你最终会后悔 伤悲 如果你遵循上帝的旨意 你的结局会如何 你在生命结束时 不会有遗憾 会有满足和喜悦 这是两种结局 这两种命运是什么 如果你遵循上帝的旨意 在今生结束时 你将和他在一起 你会告诉主 赞美上帝 你的旨意已经成就 你告诉上帝 这是你的人生 愿上帝的旨意成就 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你最终会下地狱 在地狱里 你会听到上帝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 有两种人 有一天你会看到上帝 愿你的旨意成就 都是关乎上帝的旨意 或者上帝告诉你 愿你的意愿成就 所以今天让我问你们 到底是要让你的意愿重要 还是上帝的旨意重要 在这礼拜堂里面有两种人 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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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上帝 圣灵的大龙 你要交出你的意愿 说主啊 不要从我的意思 而是你的旨意 在你认识上帝之前 你不会去追求他的旨意 你越认识上帝 你就越会追求他的旨意 你知道为什么 你会知道上帝爱你 你会知道上帝比你有智慧 你会知道他的旨意 永远比你的意愿要好 所以在你真正认识耶稣之前 你不会追求 或者优先考虑上帝的旨意 在我的人生中 我已经达到一个地步 我害怕 有我的意思 我不想照我的意思行 我已经被管教 被主惩戒了许多次 如果我照这个意思而行的话 所以现在我不选我的方式 还叫弗兰克 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 现在结局来了 好 我们不必继续唱下去 我的朋友 有两种方式来过你的生活 你的意思 上帝的旨意 你选哪一个 对史多保罗而言 是上帝的旨意 请注意 很奇妙 这些事以后 他想去耶路撒冷 为什么 耶路撒冷是母会 他们遇到了经济问题 所以他想去马其顿和亚盖亚 收捐资之后 去耶路撒冷 但在那以后 疯狂的事情是 他想去罗马 为什么是罗马 想一想 为什么是罗马 不是去当游客 他想去罗马 因为保罗具有战略的眼光 因为保罗具有战略眼光 对保罗而言 罗马第五的首都 首先需要被福音化 多年以前有人指责CCF 即便是现在 还有人指责我们是精英主义者 我们为什么要瞄准精英阶层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不是精英主义者 我们只是具有战略性 这就是为什么CCF要在城市中建立教会 我们只是在复制圣经中的模式 因为有很多人做穷人的施工 但很少有人做商人的施工 使徒保罗关注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你会注意到在他的施工中 他注重主要的城市 他关注商人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很有影响力 那就是使徒保罗 你需要有战略眼光 上帝的旨意是 从你所在之处呼召你 现在听我讲 穷人富人有影响力的人 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人 他们都是重要的 我钦佩一些特定的组织 他们去山区部落地区 传福音 我赢他们在美上边 他们有一些人这是可以的 但对于CCF而言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市教会 为什么是城市 从战略上来讲 这是具有影响力的地方 文化教育权力 得到了城市 你就能够影响国家 所以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我们去到校园大学 于是他派提摩泰和以拉都 两位同工先去马其顿 自己暂时留在亚西亚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保罗总是有人与他同行 他总是在培养门徒 提摩泰和以拉都 他不会一个人服侍 保罗是个了不起的人 你会注意到 在以弗所他想去耶路撒冷 在这里 但他说 我要先去马其顿 去菲律比 我要访问亚盖亚 然后我会去耶路撒冷 然后我必须去罗马 因为保罗明白 优先顺序的含义 我想优先考虑 上帝对我一生的使命 不是为了去度假 而是去完成上帝的使命 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 但保罗非常有战略眼光 他是一个思想家 我需要去首都罗马 如果到达首都 我们就能为耶稣将福音传遍世界 他就有战略眼光 所以第一点是什么 如果你想完成上帝的使命 优先顺序 请跟我说 优先顺序是如此重要 你想真正成功吗 要学会优先原则 没有时间的神话 什么是没有时间神话 非常简单 没有时间神话 你不会有时间去做每一件事 但你有时间去做 对你而言重要的事 比方说 如果有人说 我没有时间 你知道他们在告诉你什么 请听我说 从现在开始 请不要说我没有时间 你必须说 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你会参加我们的圣经学习吗 不要说我没有时间 还要说 这不是我的优先事项 但不要说你没有时间 因为我们所有人 都会有时间 你会为重要的事情 同出时间 你不会为不重要的事情 同出时间 我记得我们有个朋友 他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他没有时间学习圣经 没有时间敬拜 他妻子很忠心 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 这癌症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 为什么 他的优先事项 改变了 变了 事实上 当我在医院为他祈祷时 他和我妻子说话了 他告诉我的妻子 如果上帝愿意再给我几年时间 我要花时间向人传福音 他告诉我妻子 我不想一个人去天堂 我想像彼得牧师一样 我想带尽可能多的人去 你们知道吗 上帝容许他活下来 他开始邀请他的酒友 他曾经有时间喝酒 他曾经有时间去夜总会 他曾经有时间做很多事情 但当他优先事项发生变化时 他腾出了时间 所以女士们 先生们 永远不要自欺欺人 说你没有时间学习圣经 你没有时间安静灵修 你没有时间祷告 千万不要欺哄你自己 这要简单的说 这对我不重要 这是为什么我要参加我的小组会议 除非我在国外 这对我很重要 这就是我阅读圣经的原因 为什么 这对我很重要 你们必须了解基督徒生命的原则 这原则是关于优先顺序 你我时间有限 精力有限 资源有限 CCF也一样 我们不能做所有的事情 但有几件事情 我们必须做 我们必须培养门徒 培养门徒是使徒保罗所看重的 所以永远不要认为 你有时间去做一切 基督徒的人生要做减法 并不总是做加法 你需要放弃某些事项 好你可以对其他事情说是 我对很多好的事情说不 为了对最重要的事情说是 你们是否知道跟随上帝是24乘七的 事实是有很多时候我喜欢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事 按照我的意思 而不是上帝的旨意 你们有那种试探吗 优先考虑上帝的旨意是每天要做的 24乘七 主要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记得在几周以前 你们不会相信这事的 我在一艘邮轮上 我被邀请到邮轮上 与商界人士交谈 成为阿拉斯加邮轮 我告诉你们 基督人生是很难的 真的非常难 我在邮轮上与商界人士交谈 在邮轮之旅结束时 我们有一场会议 他们说行李必须在半月12点 从你的房间里拿出来 因为明天早晨六点 我们要东岸 你们行李包会被拿到码头上去 因此请确保当你睡觉时 你外出时要穿的衣服 要拿出来放在一边 当你睡觉时 你是穿睡衣 但是当你出去时 你外出时穿的衣服要流出来 你的裤子等等 有个家伙 二十年来经常旅行 你们相信吗 他忘记了要流出他的裤子 所以行李包被拿到房间外面去了 当他早晨醒来的时候 没有裤子 他拿不到他的包 包已经上了港口 所以他不得不用使用毛巾 我告诉我的妻子 亲爱的 请确保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好了一切 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找不到我的裤子 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你知道你遇到大麻烦 我是个讲道人 讲道人怎么可以不穿裤子 过海关 但是再美上帝 要优先考虑上帝的旨意 你们知道我真的很受试探 想要大喊大战 想说些什么 但是你们知道吗 圣灵接管了我 我什么都没说 我没有提高我的声量 我只是告诉我的妻子 亲爱的 我们有麻烦 我没有裤子穿 我妻子很尴尬 她真的是 你们知道 用蜚语来说 你真的想生气怪罪变 但你们知道吗 圣灵主宰了我 真的 我只是说亲爱的 我就穿着睡觉时 穿着短裤出去吧 长话短说 她出去找我的行李 她拿不到 因为已经不在船上了 但你们知道吗 礼宾部的人 他们非常聪明 夫人没问题的 我们有很多裤子的 我们有很多短裤的 您可以为您的丈夫 选择一条 你们知道吗 我最后得到一条 额外的裤子 上帝是不是很良善 是的 但我想说的是 要优先考虑上帝的旨意 今天当你受到试探 要发火 当你受到试探 要说什么话 不管你在生活中 碰到什么事 我建议要优先考虑上帝的旨意 在多年以前 我妻子想要去工作 当时我的孩子还小 我妻子觉得 只是待在家里 对她来说 真的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想去工作 我告诉我的妻子 我说 亲爱的 我们的孩子年幼只有一次 我说是的 你要优先考虑他们 我妻子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她决定在家 她教育我们的孩子 她决定待在家里 她做了一个抉择 优先顺序就是要做选择 她做了一个选择 今天当我回头看 我有五个很棒的孩子 他们都婚姻幸福 他们都爱主 他们都在服侍主 他们都在服侍主 他们的孙子被 因着上帝的恩典 都在跟随主 上帝是不是很奇妙 我的朋友 在你人生的终点 我不想让你们后悔 我不想让你们说 我希望 不 不 要非常清楚 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是钱吗 是你自己吗 还是上帝的旨意 第一个词是什么 优先顺序 你要完成上帝 对你生命的使命 你要将他放在优先顺序 优先位置 第二 你会遇到问题 不要觉得你会免于麻烦 我们来看使徒保罗 这个人 遇到很多的麻烦 圣经告诉我们 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中 就在这时 由于主的道 以服索 又起了很大的骚乱 出现了麻烦 一个名叫迪米丢的银匠 以制造亚迪米女神银龛为业 使从事这门生意的工匠 获利丰厚 这家伙是一群工匠的头 是一群工匠的头 他通过做神龛 做偶像 赚了很多钱 现在要明白 以服索的亚迪米女神 在以服索的这神殿 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与吉萨金字塔 与巴比伦空中花园 与宙斯的雕像 齐名 我的意思是 这神殿很壮观 它比足球场还要大 它有一百多根柱子 超过二十米高的柱子 非常的庞大 非常庞大 它就像这个旅游景点 最重要的是 顺便说一下 请为我们祷告 在十二月十一月 当我们去走保罗的旅程 我要带我们的人去看这座神庙 这神庙的遗迹 非常的大 这女神是谁呢 亚迪米 在以服索 她被称为亚迪米 在希腊文化的其他地方 她被称为戴安娜 亚迪米 戴安娜 在其他文化中 但重点是这个 她被崇拜 他们崇拜她 问题是这样的 她召集了工匠和同行的人 说 各位都知道 我们靠着这一行发财 哪一行生意呢 制造偶像的生意 制作神开的生意 你们是否知道 今天人们会买小雕像呢 人们买很多这种东西 然后把它们放进他们的家 他们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是不是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然后这家伙说 我们会遇到问题 可是你们都看到了 在以福索和亚西亚全境 那个保罗 他们不喜欢保罗 说服了许多人 说服了许多的人 说什么 人手所造的 不是神 你们看到使徒保罗 和他那一群人 做工的果效了吗 他们影响了整个城市 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和生意 甚至是宗教 我的朋友 那是圣灵的大能 当你我愿意被上帝使用的时候 这里有使徒保罗 他影响了整个城市 事实上 这里说几乎整个亚西亚 我记得有一天 人们会这样说 CCF教会的人 影响了菲律宾 亚洲 和世界 其他地方 那是你的祷告吗 上帝会使用我们 去带门徒 是不是 啊 是的 但要为问题 做好准备 你知道为什么 当你跟随上帝时 上帝开始做工 我向你保障 魔鬼也会开始做工 你们看 当上帝在做工时 魔鬼也在做工 所以不要怕麻烦 这样下去 不但我们的行业 会遭人贬义 连亚迪米女神庙 也会被人轻看 甚至全亚西亚籍 普世尊宠的女神 也会威严扫地 他在担心什么呢 他是担心亚迪米女神吗 还是说他担心 是别的东西 你们觉得呢 迪米丢在担心什么 大家请读 大家读 不仅会危及这一行 他在担心什么呢 担心他的生意 钱财 他首先考虑的是钱财 他现在以宗教为借口 我们 就是这样的 我们最大的问题 真的是我们内心的东西 是对钱的爱 请看下一节 众人听后 怒气天凶 高声 喊叫 以福所人的亚迪米女神 真为大 你们能想象他们吗 他们开始喊叫 今天讲到主题是什么 当你开始遵心上的旨意 第一是什么 优先顺序 请跟我说 优先顺序 优先要考虑 第二 问题 你知道上帝 想要你们今天上午 明白某些事情 不要怕麻烦 大家一起读 彼得前说 四章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觉得奇怪 以为发生什么 不寻常的事 不要感到惊讶 若有火一般的试炼 临到 你们 若有火一般的试炼 临到你们 我们所有人都要接受试炼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会有麻烦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也会有点麻烦 对不对 我们所有人都会有麻烦 这些麻烦是为了试炼我们 但请注意 不要觉得奇怪 以为发生了什么 不寻常的事 换句话说 如果你开始跟随耶稣 不要感到惊讶 为什么 这很重要 如果我今天要培养人 做门徒 你们在听我说话吗 如果我要教导你们圣经真理 我会警告你们 要因着耶稣之所事而跟随他 要把他列为优先 他是上帝 是救主 但我要告诉你们 从第一天起 我就要警告你们 你会有麻烦 你会有失望 你知道有多少年轻的基督徒 已经背弃了主 因为他们从未受过门徒信念 他们从未被警告过 你会遇到麻烦 很多人有错误的神学观念 如果我跟随耶稣 我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得到解决 如果我跟随耶稣 我应该没有麻烦 听我说 你从哪里得知这个 圣经非常清楚 当你跟随耶稣时 当你遇到麻烦时 不要感到惊讶 你知道为什么 麻烦是不是失恋你 你真的爱主吗 你的信心是真的吗 还是说 你有偶像崇拜的罪 什么是偶像崇拜 你知道偶像崇拜是什么 你将某种东西 当成上帝一样的来崇拜 但那不是上帝 而你想要操纵 你所崇拜的神 你们看 偶像崇拜就是操纵你的神 来满足你的目的 在他们的思想中 想的全是他们自己 圣经告诉我们 好好听哦 一神 一主 就是耶稣基督 阿们 现在让我问你们 在你生命中 有偶像吗 你看问题是这样的 许多基督徒的问题 不是外在的偶像 而是 心中的偶像 我是什么意思 心中的偶像 我们都有偶像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都有偶像 我是什么意思 在你生命中 取代上帝位置的任何东西 那就是你的偶像 如果金钱成为最重要的 钱就是你的偶像 如果男朋友女朋友成为最重要的 那就是你的偶像 如果你的家人成为最重要的 你无论做什么都服从于你的家人 因为你崇拜你的家人 你这样爱你的家人 超过爱上帝 那成为了一个偶像 我们听明白了吗 所以今天的挑战是 你知道你的偶像是什么吗 现在我发现 我们所有人都有的最大隐形 偶像之一 我称之为现代偶像 我不是只用木头 石头和水泥做的偶像 我说的是现代偶像崇拜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你们想知道吗 圣经称之为贪心 圣经称之为贪婪 我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起读一幅所书五章五节 因为你们清楚知道 淫乱的人 污秽的人 淫乱的人 污秽的人 还有贪婪的人 就是败偶像的人 圣经将这些视为同党 贪恋 贪婪 物质主义 将这样的人 视为败偶像的 现在只要看看你自己的生活 什么是保证 这就是保证 你绝不能 承受 神的国 这是写给以弗所人的 这个地方的人 爱钱 以弗所人 爱钱 保罗给这些人写信 你们确实知道 这一点 为什么 以弗所是一座 不道德的城市 有很多的淫乱之事 因为崇拜亚迪米女神 他们将信与宗教 污秽 结合在一起 这里是巫术 黑魔法 肉欲的中心 如果你今天去以弗所 你会看到一个图书馆 你会在以弗所看到 一些卖淫的房子 所以保罗给他们写信 这些有可能都是你们的偶像 不道德 不洁 或贪婪 拜偶像的 不能承受 神的国 我担心你们中 有些人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 但没有人训练你 你认为做一个不道德的基督徒 你以为是可以的 而且你认为 因为你有祈祷接受耶稣基督 或者你举手了 这样做一个拜偶像的人 也没有什么关系 朋友们不要自欺欺人 圣经 讲得非常清楚 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 我的朋友 这是如此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哈佛 做过一项研究 四千米百万富翁 进行这项研究 是为了找出什么 会让他们真正的快乐 一到十 你现在是百万富翁 什么会真的让你快乐呢 一到十 十是你最快乐 所以什么会使你写下十 你是最幸福的那一个 所以他们做了这项调查 所有的人都是百万富翁 百分之二十六的人说 如果我用的金钱再多十倍 换句话说 如果你已经身价千万美金 你现在想要一个亿 百分之二十四的人说 不不不 如果我的钱再多五倍 我就会非常非常快乐 百分之二十三的人说 如果我的钱再多两倍 我就会很高兴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说 我很高兴 我已经满足了 所以这项研究的重点是 人类的贪欲 不在于绝对的金额 而是比较 一旦一个百万富翁搬到了一个 有百万富翁组成的社区 他就开始比较 哎呦 这个人更加富有 他开始觉得不安 他就想要更多的钱 一旦你拥有了五千万美元 当你进入某个社团 都是由超级 超级的富豪 组成的社团 你的五千万就不再够了 你现在想要什么 你想成为亿万富翁 你知道为什么 贪婪 就是永远不知足 这是当今基督教的巨大的挑战 我不太担心外部问题 我更关心的是你内心的挑战 贪婪 富人和穷人都有同样的问题 你是否知道穷人可能是贪婪之人吗 你是否知道富人可能是贪婪之人吗 你是否知道穷人可以知足吗 富人也可以知足 这一切都取决于内心 全城陷入一片混乱 众人齐心协力冲进戏院 拖拽马其堆人 该游和亚历打鼓 他们是保罗的同伴 还记得吗 我不断重复 保罗不是一个人做工 他总是与门徒做工 女士们先生们 我希望你总是被门徒围绕 通常我喜欢和门徒一起去旅行 我喜欢和门徒一起去服饰 保罗就是这样做的 众人把他们拖到戏院 你们知道戏院有多大吗 以弗所的戏院能够容纳 两万五千人 这地方非常大 以弗所很富有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 保罗想进入戏院 但门徒不许他去 他的好友亚历亚几位首领 也派人劝他 别冒险进入戏院 不要去 不要去戏院 他们会杀了你的 亚历亚几位首领是谁 他们是 这座城市的领袖 和有影响力的人 是由罗马政府所指派的 使徒保罗总是会 跟有影响力的人去交朋友 他有战略眼光 他们告诉保罗 他们并不是基督徒 他们说保罗不要去 他们会杀了你 不要去 圣经告诉我们 情况很混乱 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现在很混乱 请大家和我一起读 其实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聚在那里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聚在那里 这是不是很疯狂 参与骚乱的人 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则是什么 多数派并不总是正确的 当你跟随人群时要小心 如果你今天去上学 他们想跟随世界 每个人都相信进化论 每个人都相信 当你谈到跨性别时 当你谈到性别混乱 每个人都在想 这没关系的 没关系好听我说 多数派并不总是正确的 作为耶稣追随者 你要致力于优先考虑上帝的旨意 上千怎么说 但不要 但不要怕麻烦 你必须愿意坚持不懈 我为什么说坚持不懈 这个地方太混乱了 他们甚至不知道 为什么要聚到一起 有人把亚历山大 从众人中带出来 有点推他往前 亚历山大就白手 要向百姓分诉 这很有趣 因为当他们认出 他是一个犹太人 大家就同声喊着说 想一想这群乌合之众 他们在喊什么 喊了两个小时 你们能帮我演示两个小时吗 来演示 预备 起 不不 你们没有在喊 不要喊 预备 起 大在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亚 再来一次 大在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亚 他们这样做了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这有多愚蠢 除非他们受到邪灵的影响 你们看 朋友们 这个世界会受到邪灵的影响 这是为什么 人们会做疯狂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你问自己 为什么这个人会做这事 抱歉 圣经说 当你盲目时 这世界神已经蒙蔽了你的眼睛 这就为什么我总是告诉人们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你的眼睛才会睁开 但不要 总是 跟随人群 当人群这样说 说的可能是错误的 仅仅因为每个人都在这样做 并不能保障 他就是对的 那城里的书记 就是市长 安抚了众人 就说 以弗所人 谁不知道 以弗所人的城 是看守 大亚迪米的庙 和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 天哪 传统告诉他们 那流星 一块从天而降的大石头 他们将这块从天而降的石头 雕刻成像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是从天堂来的 你怎么能相信 你用手造成的是上帝呢 但人们不思考 他们什么都信 但既然这些都是 不可否认的事实 你们就应该保存冷静 不要做什么冲动的事情 你们把这件带来 他们并没有偷窃 庙中之物 也没有傍读我们的女神 对不起 你们能从保罗身上学到什么 你们知道保罗是一个了不起的 基督徒的榜样 你不要攻击别人的宗教 不要起忠敬 不要做会让世人看不起你的事 你知道 为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没有偷窃庙中之物 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 其次保罗没有傍毒 你们看 请听我说 你我不必去攻击另一个宗教 许多基督徒攻击其他的宗教 容我建议 你只要宣讲耶稣告诉他们真相 每次我和年轻人一起重新学习圣经时 跟新人一起 我不喜欢老基督徒 参加查经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老基督徒会开始谈话 他们开始攻击这些年轻人或者这些年轻的初学者 他们正在了解上帝 他们有很多真诚的问题 他们问我 我应该打过这个吗 我应该做这事吗 我应该做那事吗 我的重点是我 专注于耶稣 你告诉他们 耶稣是多么伟大 当你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 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是不是 但如果你专注于攻击其他宗教 那不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保罗没有攻击其他的宗教 他只是告诉人们 关于耶稣的真相 这里有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 真相只要告诉他们真相 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 有控告人的事 自有放告的日子 也有方驳可以彼此对告 方驳就是法官 审判官 这政长说 嘿各位 你们有问题吗 那就上法庭吧 倘若你们还有其他的要求 也可以通过合法的会议 去解决 上帝使用非基督徒 一个政长 上帝使用亚西亚的首领 他们不是基督徒 来保护保罗 你们看上帝很奇妙 只要你始终跟随耶稣 你就可以坚定不移 你知道为什么 他会保护你 大家读 今天的骚乱 实在没有道理 难免会被查问 到时候我们很难交代 说完便叫众人散去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是谁引起了骚乱 是保罗吗 不是 是迪米丢他们那群人 打着宗教的幌子 但事实是贪婪 贪财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四十一节之后 他叫众人散去 好 让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一节 这场风波平息后 保罗就去度假了 圣经是这样说的吗 保罗退休了 是这样说的吗 不 继续前行 保罗总是在执行使命 保罗召集众门徒 勉励一番后 便辞别他们 去了 马其顿 保罗总是在去这儿 去那儿 请注意他做了什么 他将门徒召集在一起 他劝勉他们 我能够告诉你们 他告诉他们什么 你们想知道吗 有点像是这样的 我不太确定 就像这样 保罗告诉他们 不要怕麻烦 不要怕迫害 为什么 他教导他们 这是我的理论 OK 你们允许我这样做吗 这是我的理论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读 罗马书八章十七到十八节 既然我们是儿女 就是继承人 是上帝的后四 并且与基督同做后四 他在告诉他的门徒 你们是上帝的孩子 你们是后四 能否请你们转向你们旁边的人说 你是上帝的后四 你是后四 你很富有 你们极其富有 现在我们继续一起读 如果现在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 将来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认为现在所受的痛苦 与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相比 简直 为了坚持下去 保罗勉励他们 他现在也勉励你们 对于基督徒的人生来说 苦难不算什么 与要显明的荣耀相比 你们明白吗 这真相 什么真相 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还有什么 我们是上帝的后四 还有呢 奇妙道士 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 我们可能也会与耶稣一同得荣耀 请注意 如果你为基督受苦 有一天你会得到荣耀 你们不知道有何等的荣耀 在等待上帝的子民 请注意他说了什么 我认为现今的苦难 不值一提 他没有说苦难并不痛苦 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正在经历苦难 我知道 但保罗在说 你们现在的苦难 你们现在的苦难 与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 就不算什么了 就不算什么了 朋友们 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未来吗 想一想 当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那些忠心的人 那些坚持不懈的人 上帝允许了一些惊人的事情 当上帝得了荣耀 当耶稣得了荣耀 你也会得荣耀 很奇妙 有荣耀在等待你 来自主 我相信上帝会对整个宇宙宣布 这些人是我的子民 这些人是忠心的 圣经告诉我们 大家一起读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人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美好的未来 在等待属上帝的人 但我能否告诉你们 我们最大的问题 不是外在的 我们坚持到底的最大挑战 是内心的问题 并且内心的问题 并不总是逆境 最大的挑战是顺境 当你一切顺利的时候 你能坚持到底吗 让我重复 逆境是一回事 麻烦是一回事 但我所知道 基督徒今天面临的 最大的挑战 是顺境 当一切都顺遂时 你会坚持不懈吗 所以克服这一点的 唯一方法是这样的 你要审查你的心 偶像崇拜 就是将任何事 甚至是好事 变成一件 取代 取代上帝的事 就是定来说 比上帝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 并不总是坏事 家庭事业 朋友甚至事工 都可能成为偶像 如果你使他变得 比上帝更加重要 但是对我们很多人而言 我想问你 是什么阻止了你 成为上帝 希望你成为的一切 是什么妨碍你 成为宣教士 或者培养门徒呢 是什么在妨碍你 上帝在呼召你吗 想想这事 今天年轻的男人们 年轻的女人 上帝在呼召你们吗 嘿 你知道吗 我希望你 献上你的整个日益生 去培养门徒 你愿意辞掉你的工作吗 假设上帝呼召你 我不是要你辞职 但我要你优先 考虑他的旨意 我们有一位成员 与我们的一个小组分享 不是我的小组 而是我女儿的小组 分享所发生的事情 她是一个商人 她有这些分店 她父亲很震惊 她父亲说 你所有的分店都在赚钱 她是经营餐馆的 你所有的分店都在赚钱 怎么回事 她父亲说 为什么我的一些分店 不赚钱呢 她说爸爸 我纳十一 我教导圣经 你知道父亲说了什么 既然上帝保佑你 你为何不接管 整个家族的生意呢 现在所有的分店都归你管 你们知道他做了什么 他开始在所有的分店中 开查清班 上帝是不是很神奇 你看上帝希望你成为一个商人 那就为主去做生意 但要明白我的工作 是要传福音 所以无论上帝要你做什么 你是否愿意把它交给主 你的答案是什么 每个人都读这个 如果有任何东西是你不愿意为上帝放弃的 那就是你的偶像 我们快要讲完了 你们中有多人听说过约翰 洛克菲勒 请挤起你的手 约翰 第一 洛克菲勒 如果你问我 他是美国最富有的人 如果把他的钱按今天的市值来计算 他的身价超过三千亿美元 但约翰 洛克菲勒有一次遭遇 你们知道他遭遇的是什么 当他一位好朋友 杰皮摩根去世时 留下他的全部财产 在那段时间 像洛克菲勒这样的亿万富翁非常的少 杰皮摩根 约翰 洛克菲勒 安德鲁 卡纳基 卡纳基 是一个钢铁大王 杰皮摩根是银行家 洛克菲勒 是石油大王 他们是好朋友 但当他们的朋友死了 杰皮摩根死了 他开始思考 他所有的钱 都留在了身后 洛克菲勒就变得非常慷慨 他捐赠了超过五亿美元 他创立了金礼联会 他串门了一些学校图书馆 你知道为什么 他知道金钱是暂时的 你不能将钱带去 要寻求上帝对你生命的旨意 现在你们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我喜欢这个人叫Albert Lexi Albert Lexi是谁呢 是擦鞋的人 他擦鞋擦了三十年 在一家医院旁边擦鞋 就是匹兹堡儿童医院 擦鞋三十年后 当他去世时 他给儿童基金会捐了多少钱呢 二十万美元 为什么 为什么 每次当他收到小费 他都会捐给儿童基金会 这个人过着简朴的生活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你可以优先考虑上帝对你生命的旨意 就是要祝福别人 带来福音 今天上帝是否对你讲话了 有什么妨碍我们成为上帝 希望我们成为一切呢 你知道我的祷告是什么 就让上帝使用了保罗和早期的基督徒 来转变成事 愿上帝使用你们所有的人 为了耶稣来改造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 阿们 让我们低头 当你们头低下的时候 你有没有认清你的偶像 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 请注意我的问题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偶像 我在问你 你有没有认清你的偶像 因为我们都有偶像 你如何认清你的偶像 当你失去什么的时候 你会非常生气 那就是你的偶像 请低头 你在指望什么东西来 让你真的非常快乐 那就是你的偶像 你要问上帝主啊 我人生的偶像是什么 你的安全感来自哪里 是在你朋友身上 是在金钱上 你的安全感源自哪里 我要你把那个偶像交给主 好 如果上帝对你说话 你认清了你的偶像 这个东西正在妨碍你成为 上帝想要你成为的一切 妨碍你去做 上帝想要你去做的 你愿意举起你的手吗 将那个偶像交托给主 举高点 你已经认出你的偶像了 你想要交出降服那偶像 请举高点 你们知道 有时候我要求人站起来 有时候我不要求他们站起来 但是在今天的事工中 我希望你放弃你的偶像 无论你在哪里 你何不站起来 站起来 然后向天举起你的手说 主啊 这是我的偶像 我把它交给你 无论你在哪里 如果你已经认出了你的偶像 你的偶像在妨碍你做上帝 想要叫你做的事情 你要站起来 你要放弃这些偶像 因为他在妨碍你成为上帝 想让你成为成为的 妨碍你做上帝 要你做的事情 还有其他人吗 那偶像 他可以是一种关系 可能是一种罪恶 也可能是某种好的事情 但他已经成为你的偶像 你要交出来 还有别人吗 还有别人吗 你们知道那些举起手来的人 你和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主耶稣 我在这里 我向你交出我的偶像 主啊 我的偶像是 你私下告诉上帝 我的偶像是什么 不管那是什么 主啊 我把他交给你 请你赦免我 当我将这些偶像 看得比你更重要时 当我爱任何人 任何事情 胜过爱你时 请赦免我 耶稣愿你守护我的心 免得我犯败偶像的罪 特别是贪心的罪 贪婪的罪 主啊 我将CCF的所有成员 都向你交托 无论是站起来的 还是坐下的 我们永远都要处理 我们心中的偶像 我们会把这些交托给你 愿你今天祝福你的 子民 我们将我们的一切 都交托给你 我们祈祷都是奉耶稣的名 阿满 阿满愿上帝祝福大家 谢谢你们